在近20分鐘的告別演說中 川普總統首先向4年來 給予他巨大支持的家人和工作人員表達謝意 尤其向美國人民表示感謝 最後川普貪及1月6日發生的國會襲擊事件 表示對政治暴力絕不容忍 四年前 川普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入主白宮 秉承美國第一的原則 實現了一系列亮眼的政績 包括大幅減稅 修復和達成重要貿易協議 實現能源自給 打造美國史上最輝煌的經濟 大幅降低處方要價 制定美國史上最安全的邊境政策 重建美國軍隊並成立太空軍 消滅伊斯蘭國 在中東達成一系列歷史性和平協議等 川普也是數十年來 美國第一位沒有發動過新戰爭的總統 在告別演說中 川普全程沒有提到拜登的名字 也沒有承認拜登勝選 現在 當我準備好 我準備好 我準備好 到新政策 在晨晨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